157 上海證券報 朱雀投資向西北大學捐資千萬 2015年7月15日新聞財富管理04丁寧記者丁寧寧編輯場 供上海朱雀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向西北大學捐贈人民幣 1000萬元的捐贈儀式日前在西北大學舉行 全國石保基金副理事長黃忠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 中國證監會陝西監管局副局長孔兵 西北大學校長郭立宏 朱雀投資董事長李華倫等出席了捐贈儀式 值得一提的事 本次捐贈在模式上進行了創新和突破 西北大學將委託朱雀投資設立一支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 以備案的私務基金 以託朱雀投資的專業能力 按照市場化方式對捐贈本金進行管理 朱雀投資依據該基金的實際管理情況 按連對投資收益進行分配 用於支持西北大學施囚之路經濟大協同創新發展等人民社科項目 自負建設 大學生創業等 哈佛 耶魯等世界名校 都通過設立投資管理公司或教育發展基金 現聘專業人才進行管理的方式 獲取了豐厚的投資收益 管理規模不斷擴大 成為學校發展最重要的經費來源 黃忠文表示 朱雀本次捐贈在模式上的突破 具有積極重要的示範意義 位置 口律 口徻 口復